大家好 我是阿沁 今天要來分享日式料理系列的 青子丼 那青子丼呢 它顧名思義就是有雞蛋跟雞肉 就是青子的意思 那今天阿沁來分享青子丼 它最重要的靈魂 就是青子丼的醬汁 怎麼樣熬煮才會好吃 怎麼把青子丼的雞肉煮得滑嫩 怎麼把青子丼的雞蛋煮得非常的滑順 所以接下來步驟要認真的把它學起來 在節目開始之前 歡迎大家在臉書上搜尋 阿沁師同樂會這個社團 大家可以互相彼此交流 做菜的樂趣 做菜的照片 做菜的做法 你在上面分享做什麼菜 阿沁都有看到喔 趕快來加入這個社團吧 來 那我們看我們今天有什麼食材 我們要怎麼熬出甘甜好吃的醬汁 非常重要 來 首先 我們準備我們的昆布 阿沁今天選用的昆布 是去超市買的日本昆布 有很多人在問說 這個昆布上面白白的要不要洗掉 這個白白的地方就是有一點點像薄薄海鹽的部分 所以這個地方我建議說不用把它刷掉 我們把表面洗乾淨把雜質洗掉 這樣就可以了 用刀子 切對半 滾水的時候丟下去 然後再來我們的這個醬油 阿沁今天用的是市售的 煎魚醬油 那我現在裡面的水是 兩個飯碗的水 我們的煎魚醬油是七大尺 味醂是三大尺 正常日本料理在做醬汁會加清酒 那因為清酒媽媽們 我們一般在家不會存放 或者是超市也不好買 那沒關係我們用米酒取代 那我們米酒加一大匙就好了 不要多 加兩大匙的冰糖在裡面 你看喔 等到它滾了之後 我們轉小火 熬煮十分鐘左右 那我們現在我們的醬汁在熬煮中 我們開始來準備我們親子凍的主食材 今天選用的是去骨的雞腿排 我們就順著直接這樣切 有一點像粗條狀的概念 把我們的香菇切成條狀 那如果說你想要用紅喜菇 美白菇 秀蒸菇都可以 菇類的 也都可以 那我們再來切洋蔥絲 這洋蔥絲是我們丼飯 它非常重要的配料 熬煮醬汁的時間也已經完成了 你會看我們的昆布都完全煮開了 醬汁的顏色它很漂亮 它不會很深的醬油色 然後聞起來會 甜甜啊 因為丼飯醬它是偏甜 所以它在煮醬的時候 我們會帶一點甜味這樣 那我們現在開始炒我們 親子丼飯的這個前置步驟 鍋中先倒入一大匙有一半的 當然有在裡面 一開始我們先來炒香我們的雞肉 我們鍋子先讓它有一點點熱度 這樣子我們雞肉 瞬間下鍋炒的時候 它的香氣 還有肉汁比較會鎖在裡面 我們雞肉下去稍微炒兩下就好 那我們把我們洋蔥加下來 洋蔥下去也是稍微炒幾下就好了 最重要的動作就是要把雞肉炒到 略略的有這個雞肉的焦香味 洋蔥下去呢 把洋蔥的香氣炒出來 還是要保留洋蔥的脆感 所以不要炒太久 這個時候我們把我們香菇也加下來 你會聞到洋蔥跟雞肉炒的香氣 然後洋蔥它有略略的軟化了 那我們剛剛熬好了這個 凍飯的醬 我們飯碗是加七分滿 我們加下來 醬汁下去我們是用中大火 下去煮它一下 你有沒有發現它的泡泡越來越大 有一點點濃稠的感覺了 這個時候就表示 親子凍瘦得差不多 來 我們蛋是兩顆蛋 然後我們把蛋打散 那我們就把我們的蛋液給加下來 一氣顆層給它加下來 蛋加下來趕快蓋上鍋蓋 開很小的火 在裡面給它燜30秒 我們30秒後一到 我們就可以關火了 好來 30秒已經到了 OK 好 打開 準備好的白飯 我們直接把它蓋上來 那我現在磨一點山藥泥 加一點山藥泥在裡面 的口感會很不錯 像我如果做給家裡小朋友吃 或是長輩吃 我會把蛋弄稍微熟一點點 磨一點山藥泥 原因是要去彌補 我們蛋熟了一點之後 少了那個的滑嫩感 所以我用山藥泥來取代 那我們點綴我們的海苔 然後再來我們點綴一點我們的蔥花 再來我們撒上我們的七味粉 其實七味粉在日本 就像我們台灣人 在用胡椒粉 辣椒粉的概念 再提味 那我們加一點在上面 上菜囉 你看看起來很像日式定食的感覺 有沒有在家也能吃定食 來我現在挖這個山藥泥給你看 我們把這個雞肉沾這個山藥泥吃 哇你看沙泥夠我們的胃啊 顧味 哇這個醬汁的甜味剛好 醬汁煮得好 燒得入慧 這道菜絕對很加分 絕對好吃 大家又一定會喜歡 那我們就把它學起來吧 有什麼想吃想學的 歡迎在底下留言給阿慶 阿慶會一一來為大家 示範更多美味的料理做法給大家 如果你喜歡阿慶師的朋友們 歡迎到阿慶師的粉絲專頁 按個讚 並追蹤我的IG 訂閱Youtube頻道 記得開啟小鈴鐺喔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很快又會再見面囉 掰掰